中華市公司為了要了解市民對公司的連政和國行事前的溫意度 立正是委託民調公司進行問館調查 今天公佈的調查結果 本市出市民對公司和市長的溫意度是高達八成以上 本市民調公司的調查中華市民對公司的連結溫意度 有高達81.4%至85.3% 對市長的溫意度也有83.6% 本市出這幾年來中華市公司的市場成功 得到市民的領導 市長標示中華市這幾年來在公司專汰 當年的努力之下有了很大的進步 在未來公司各行市場建設一定會繼續延續下去 可以說大家對我們中華市市公司所有的觀光 他們的青年度都非常信念 對建府在之前這兩年的超秀和青年度也有高度的困難 那麼對建府的市政滿意度有高達83.6% 我認為說大家對我的困難 我會繼續努力 因為中華市還有很多要不做好的地方 那麼需要地方的建設 建府會繼續來努力打招 但是對我們的團隊的困難 我們也是一樣 可以繼續來做努力 清涼的市政和建設我們中華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目標 因為市長已經是第二任 對未來市長標示 並沒有今天的幾位 會繼續做任期來所有的工作 我相信我是支持我們為民國管長連任 做為我未來輔選的目標 那麼至於說這次是否要參選公実 目前來說我是沒有任何幾位 這次民調報告中也出現了 有對市前百分之十二點是五萬一的壁壘 這還需要公訴當年緊跟努力改正 找回來市民的信心 新中華新聞北兵林中華蔡英文報導